歡迎收看 優點TV金鐘獎內幕 如果要說到呢 當今的電視界 誰能夠夠格來講內幕 那麼當然呢 一定是一個人 他誰呢 他就是我們的金鐘獎得主 黃紫嬌 我們歡迎他 哈囉 大家好 我其實沒有要講什麼內幕 但是確實有很多心得可以分享 你講得很恐怖 好像有沒有來爆什麼料 你好 主播你好 不過而且很特別的是 我們在金鐘獎頒獎典禮 十月二十號之前 你可都是我們的現役得主 好嗎 對 好像一種快要卸任的倒數計時 沒有 是沒有這麼說的 希望 真的嗎 我覺得也是這麼覺得 我是這麼看好 為什麼我們兩個講話 有人插嘴 有一個人 主持人 又還沒介紹到他 對不對 奇怪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一直有聲音 竄過來 那我們趕快要介紹 他等不及對不對 好 他是誰呢 他是資深的娛樂記者 他跟焦哥好像還不錯 那麼曾經也說過 這個焦焦哥裡面 聲裡面好像有裝兩顆晶頂電池 為什麼這麼說呢 好不好 請君元哥來幫我們講一下 主播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沒有啦 他是人生的比例都不一樣 嘛 那我就是玩跟工作 可是焦哥的工作的比例 非常非常的高 對 所以你仔細攤開看 他每天的工作行程 他很誇張 他不是一般人 他從早上從錄影 從主持記者會 然後或者去看展 或者是約會啦 或者是看藝術之類的 到晚上 常常到深夜的時候 你還可以看到他在寫專欄 整理照片 寫臉書 在服務 有時候兩三點的時候 跟他問個東西 他會回你 所以他是幾乎不休息的人 他的人生是一個一直在一直在工作 電池很強大的一個 對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看啦 我分析說他其實我覺得有可能 我自己看兩個點 一個應該是因為他師父是小燕姐 小燕姐也是這樣的人 那這麼多年他一直在第一線上 第二個我覺得 交會可能是因為 還沒有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 就是他沒有進入家庭 所以他人生有很多東西 他重心都在工作上 所以我一直覺得 他是一個鯨鼎電視 而且他今天是一隻 我每次看他都像看到一隻兔子一樣 他今天是一隻黃色的兔子 我們要穿新衣服來 你怎麼這樣子 對啊 很怕大家忘了我姓黃有沒有 對 你都知道 不過說剛才有提到 特別提到你的師父 張小燕 我們也知道說去年 你是跟他一起入圍到 綜藝節目主持人講 那麼今年很特別的是 你是以個人的身份來入圍的 所以想必應該是得失心很重 其實我覺得得失心還好 就像剛剛講 好像有一種快要卸任的感覺 那我們又不像選市長 還可以發表政見 競選連任 我們就做好分內的事 但是對我來講 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喜悅 就是說人數的改變 在2000年的時候 超級星期天四個人 然後我拿了金鐘獎 然後第二年又得獎 超級星期天 可是那時候小燕姐 因為家裡有事 所以就是我跟亮跟哈林哥 三個人拿獎 去年是我跟小燕姐 兩個人拿獎 今年我很孤單 我變成一個人 然後所有入圍對手都兩個人 好像打群架這樣 可是對我來講 就是好像在這十幾年裡面 我沒有辜負觀眾 我覺得不管是四個人也好 兩個人也好 我都很努力做該做的事 然後也謝謝評審看見了 對 當然大家都看到他努力了 不過這次想問就是說 為什麼小燕姐 他這次會退居幕後當評審 是想把這個榮耀都歸給土地嗎 這個要問他 因為其實小燕姐他是一個不會把每件事情告訴我的人 他可能告訴君遠哥的比告訴我的還多 就是他對我來講 這點也是我想問為什麼他會當評審然後變成你 對 因為其實我們節目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本來小燕姐就是評審團的主審 那後來在報名的時候 小燕姐覺得說整個如果以形態來講的話 其實確實我們的位置分配 我會比較像主持人 那小燕姐就是幫忙穿真影線 比如說你看哈琳去就是中國好聲音 你不會覺得他是主持人吧 他還是有個主持人叫華少 可是哈琳哥做的事是不是跟小燕姐很像 穿真影線 可是如果你真的講中國好聲音主持人 你會講華少 所以我覺得小燕姐他們的判斷 我也覺得 我雖然有點孤單 可是我覺得我能夠理解 那當然他還有自己的小燕之夜 我也希望他能夠在綜合節目得獎 對是綜合節目 因為我們這次是綜藝節目 那我們要說到綜藝節目 來看主持人 到底有誰是你的對手 我們看到這些大家都耳熟能詳 你覺得哪一個是你眼中最大的競爭對手 我老實說 我其實最佩服的莫過於是他們做得到 而我可能做不到的那種同行 譬如說碰狗跟順狗 那他們兩個人的那種比如說台語的那種戲劇啊 或者說是對話啦 秀場的那種風格 我覺得我真的是望塵莫及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朱大哥跟雅蘭姐一樣 他們的那種在舞台上說說唱唱演演鬧鬧 跟我們的風格很不太一樣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那個是很需要一些對 包括本土的那種綜藝的那種思維 還有他們的邏輯跟他們的功力 所以我覺得這兩組是我我看來啦 頗大頗可怕的敵人 尤其這四組曾經每一組都得過金鐘獎 沒有一組沒有得過 然後每個人都這麼多年來都有很多的歷練 然後我覺得我個人看哈琳就你說的嘛 兩千年那時候得過獎嘛 對 交友的節目 然後他跟Ella兩個人的搭檔 其實是很極端 哈琳其實有點死板 他個性上 比較嚴謹 對 嚴講話要修飾一下 他常常對我們其他臉 所以我們要有時候要回饋 你幹嘛借機報仇 怎麼可以公報私仇 對 然後Ella其實是有點沒大沒小的 所以他們兩個弄起來 有一種 插出一種火花 對 所以這是評審 看到他們說 有一些新鮮的東西出來 那乃哥跟鄭國成 他們意志型節目 遊戲類 他們交情 他們的那個默契太好了 非常非常好 遊戲超好玩的 而且他們兩個也是一塊一蔓 乃哥非常的快 陳誠還可以拉住他的節奏 十幾年前那個小氣態 才能非常非常紅的時候 他們就得過 今年我覺得他們捲土 從來也有 也是一個苦戰 有機會 那朱大哥 其實他是無人能夠取代 他當時得過獎 前兩年得獎的時候 是跟侯怡君 對 現在是跟陳雅蘭 我覺得跟陳雅蘭有不同的韻味 有不同的感覺出來 然後朱大哥 我覺得沒有人 以後我覺得他今天六十把了 所以他以後可能真的也沒有人可以 那個接班 對 然後保證他當許孝順 我覺得他們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他們從外景開著車到處去 下鄉去跟民眾這樣接觸 又唱又歌藥又舞 所以這幾組來說 我覺得你真的經驗很難找 所以你看 所以我現在懂了 為什麼找我來嗎 你們就找一個最不可能得獎的 誰說的 你們是不是要給我安慰獎 沒有 不是 讓我來露個臉 不會啦 不過到底 你剛剛有聽得出來 但他到底覺得誰會 他這個人就是就是牆頭草 我懂啦 他現在只敢得罪我 其他四組他都不敢得罪 而且他剛剛有講到你 他完全沒形容我 他完全沒有就是 沒有 我覺得 我好像有在認真聽了 對對對 沒有 你真的是 我們問到每一個人 大家都覺得你的風格 你的敬業 你的準備 你的內涵 各方面都很好 但是我就在講一件事 就是很少有人會連莊 對 所以我在講說今年我私底下跟焦哥聊說 真的欸 如果連莊這是一個創紀錄 但是如果說用連莊不連莊 這個角度去看 焦哥會比較危險 壓力很大 壓力大 因為好的主持人真的很多嘛 其實真的 真的應該給大家多一點機會 可是你這樣講 我就想到連莊了 我就是連莊 超級一天就連兩年 那很久以前 十幾年 但是你今年有可能亂全 大家是老師傅啦 我真的不敢想 因為我老實說 我自己聽到自己入圍 所以說我當然非常開心 可是我一看到我的對手的時候 我就剎那間就覺得暗淡了 因為 剎那並永恆了嗎 對 就覺得真實笑 但是我 入圍就是肯定 對 其實入圍就是肯定 真的 我已經很開心了啦 我也很替你開心 沒有 我希望你可以二度連莊 我覺得我們今天邀請到 真的太感動 真的太榮幸了啦 二度連莊的話 又是一個紀錄 其實我必須說 這去年得獎跟小燕姐 真的沾小燕姐的光 因為小燕姐是一個老少嫌疑 那我自己也沾了金鐘獎的光 後來工作真的有變多 因為以前我們很怕金鐘罩 不管是得戲劇或綜藝 真的 所以我去年 有做一個最大的決定 就是講座沒有帶回家 就是我放在工作室 因為我 對不起 我忍不住要迷信 因為我連得那兩年之後 真的有黯淡了一段時間 不是因為感情的關係 也許是感情 但是確實也就影響了嘛 不管是 對 還真的有這件事 對 然後我連續兩年 我都帶回家 到現在都還放到我家 所以去年那一週我就 我就 我其實不太 不太 不是說非常迷信的人 但我就忍不住就 要說我也會這麼做 是不是 是 我就很怕 但是放在工作室也是一種放 對對 但是放公司 放工作室 聽說就ok這樣 真的是前兩年 那個徐乃黎得的時候 他也不帶回家 後來是不是 有這個說法 後來就放公司 後來搬家就掉了 欸 他也不在乎 他本來說網拍要捐出來 後來 所以他從頭到尾 沒有碰到那個獎座 真的啊 對 所以他其實也沒有很好看 不過乃哥 乃哥不一樣 乃哥到另外一個境界了啦 對對對 有時候迷信還是要相信 好啦 我是蠻相信 那以後都放我家 我接 我接 放你家 放你家 好 不過我們剛才已經 雖然我也不知道到底 俊遠哥到底要選誰啦 但是沒關係 我覺得這就是一種 很難選啦 對不對 好 那但是我們要聽聽看 這個是我們採訪來的 特別派採訪車去採訪 藝人他們怎麼看 到底他們心目中呢 會猜誰會得獎喔 好 來 一起來看VCR 詩恩 我覺得會投給 辰辰 曾國成 辰哥跟乃哥吧 兩個老人家也很辛苦 一直在做笑 因為我們的語言在上 我們都知道 徐乃娟跟曾國成 這個還有機會 一怒體質 若什麼都會生氣 早路也生氣 早收工也生氣 這麼多年就要前後 很難跑掉 所以先預祝他能夠得獎 Alla跟Holly 我會投交歌 因為他早就應該要得獎 提醒一下 是你又覺得黑人 喔 是嗎 是嗎 好 真的我們覺得 黑人成績都好支持你喔 而且真的好笑喔 其實黑人的回答 代表著某一個非常重要的族群 其實通常這種獎 都是我們自己很在意 那普遍的觀眾 甚至是業界 他如果沒有參與到的話 其實很容易忘記 你不要說我 黑人 你現在問我說 前年我上一屆得主 我都有點說不出來 我知道 誰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筆記 我以為你 我可以詩佳恰 許孝勝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其實 這這種光芒 他在一段時間之後 就會稍微凍結了 那剩下的還是持續不斷努力 所以我一直都告訴自己 就是說好也不要太得意 壞也不要太難過 那得獎也沒關係 但不得獎 還是要過日子 是 沒錯 所以黑人其實是代表大多數的觀眾 真的 很多人都忘記了 那前年的金馬獎男主角是誰 前年嗎 這題好難喔 對不對 很簡單 這題很簡單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會是黃紫嬌吧 我們就字幕打上來就好 這個其實蠻有意思的 蠻自嗨的 蠻自嗨的 那你可以告訴我嗎 還是你也不知道 我當然也不記得 對 因為我們很多事要記要忙的 對不對 我有很多事 沒有 像他最忙的事跟採訪 我以為今天是很嚴肅的一個 沒有 不是 因為我們親在聊 我們兩個就自己聊起來好了 沒有 因為剛才我們大家都已經在迷思 在剛才看那個影片裡面 我都忘了要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我們剛才就是訪問到這幾個 幾組藝人 當然其實都是趣味性的一種調查 其實根本 但是我還是要告訴你 他最後統計的結果 最後統計的結果 是 陳辰哥跟乃哥 對不對 你剛看影片就知道了 想問看你 那你自己覺得 其實我如果我自己看所謂的主持人的搭檔 跟默契的話 確實他們二位是非常非常match的 我覺得幾乎是到了 就是零肉合一的境界 就是他們的交情或默契 或節奏都非常好 尤其其實遊戲節目 遊戲節目是最重視節奏的 因為當你遊戲一玩下去之後呢 你不能咔的 你要有規則嘛 那除非真的是太爛 可是否則你繼續玩下去 然後又要掌握節奏 然後呢 又要照規則走 其實他比我們這種哈拉啦 訪談啦 或者是說說唱唱來的難 因為說說唱唱你可以 這個笑話不好笑 我就準備下一個笑話嘛 然後大不了就是繞一圈 再塞一個梗這樣子 可是遊戲節目 因為他有一個很大的框架在 所以我覺得在難度上 確實不簡單 但其實本來就擅長這一類型的 我覺得還是看評審口味 因為其實他們兩個也是 搭檔十幾年了嘛 對對對 這十幾年來也沒被看到 那今年又被看到 可能是這一屆的評審 對 有些 有可能 那你說搭檔的契合度 取消了 他們也是零肉合一 所以這兩組也都是非常好多人 都零肉合一 這兩隊其實是非常非常 他們都到達大概十幾二十年以上 所以我才會說 就是說會不會到最後 如果假設我是評審 就是說可能是必須要試試看 用節目類型來做終結 就大家都這麼好 大家都零肉合一 那哪一種比較像綜藝 因為我們是綜藝節目類嘛 對不對 所以也許也許碰哥的機會 還是有的 如果照這樣看的話 對 你真的是很看好他們這一組 那你不看好你自己嗎 我完全不看好 我真的不看好我自己這個 但是我希望節目得獎 因為我們節目是 比如說現在還在線上 大家還在努力 同仁們需要鼓勵 對 那我自己去年 已經受到很大的鼓勵了 所以我很希望節目得獎 好 那沒關係 我們待會就回來 就要討論節目 到底你看好誰得獎 我希望你可以看好 直接預測就你自己好不好 當然也要聽一看 君遠哥怎麼預測 好 趕快 待會兒回來 我受小燕姐影響很深 小燕姐曾經說過 她那時候為了做 很久很久以前的 小燕Window談話節目 她開始是主持電台節目 她重新學習怎麼發問 然後怎麼樣互動 然後QA 該問什麼不該問什麼 她才敢去做談話節目 真的 所以我也是 我做電台已經20年了 那我從我的咬字發音 包括我自己耳朵 已經聽到自己的聲線 其實都是磨練 可是現在的年輕的新代主持人 第一個他們自己耐心不夠 第二個用功不夠 第三個就是機會不夠 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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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客